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王杰在田间工作着 现在是皇宫菜收成的季节 他说如果采收的快一些 虫的危害就会少一些 它是属于比较春天夏天的一个作物 如果作物生长的速度够快的话 那我们就一直采收嘛 它其实虫子要吃大的机会就变低了 如果我们采得比它快 那虫子就变少一点 从小就是农家子力的黄王杰 从事有机农业已经有18年了 今年45岁的他曾经在通信与半导体公司上过七八年的班 当决定回家当个农的传人时 最高兴的就是他的父亲了 我83年开始做 小时候做过惯性的 后来我一直在电子公司上班 电子公司本来在通信 后来到半导体就想说回来种田了 那跟我老爸商量 我老爸说很好啊 他非常高兴了 他终于找到一个农的传人 所以他就非常的支持我回来做这个行业 由于从小家中就采用惯性农法进行耕作 当黄王杰跟父亲提到要施行有机农耕时 一开始父亲也抱着支持的态度 但几个月后 父亲对这种不撒农药的耕作方式开始感到担忧 一开始种下去 没几个月他就发现不行了 他就想要喷农药 他怕我会饿死掉 他就开始反对 如果你要喷农药的话 那这一个区块就让他来种 我去种其他的区块 他一生气就把那个农药桶子就甩下去 结果那农药桶子也甩坏掉了 那两个就开始闹情绪 他怎么讲 他都怎么叫他 怎么撒纳都没有用 他都不理我 那是一个人生最痛苦的一个时间点 后来他看到那个菜已经有成长了 还是可以种起来 他就开始能够开始慢慢接受这个事实 菜说着黄公菜 黄王杰告诉我们 黄公菜喜欢高温的气候 温度高水分充足就长得好 如果温度低就会开花结果了 其实他只要你把杂草除一除 水分不要太多 那排水性好一点 这样应该就OK了 那注意一下肥份 他吃得比较凶嘛 所以你可能要多次的给 不用十几来天就给他一次追肥 这样子就应该就可以了 黄王杰告诉我们 冰虫害的防治是培育黄公菜的过程中 比较头痛的问题 这个是血纹猎道 这个就是猎道 它的幼虫 这个磁起菜来的 算是蛮凶猛的 对 所以有时候这土这样一打开 你可能就会看到虫子 在白天它痛很多 那温度越高它再躲得越深 这个其实虫子跟人一样 它一样会感染到什么肠病毒啊 什么禽流感啊 类似这样的东西 比方这一条虫子对不对 那我如果让它在这上面打滚 在这白酱菌上面打滚几次以后 它也可能会感染到 黄王杰说对有机农业而言 病虫害与通路是大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他也曾经碰过该收成的作物 却瞬间结束的情况 但是经过沟通 黄王杰终究说服了父亲 父子俩共同在有机的道路上 坚持下去 因为我觉得消费者一听到农药两个字 他就很惧怕 那你看那个芹菜跟铜蒿 每年都发生农药事件 每年都在自销 那这个对消费者对农民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痛苦 黄王杰告诉我们 现在父亲推动其有机农业 比自己还积极 亲朋好友左邻右舍 都是父亲推广的对象 而他也希望能够全面地推动有机农业 因为唯有生物的物种更丰富 我们的环境才会更健康 黄蜂菜是落葵的别名 有人叫它天葵 腌制菜或者是牛皮冻 因为它有种特殊的黏液 所以坊间相传说 它可以保护胃壁 保护黏膜 防止胃发炎跟胃溃疡 真的是这样吗 而我们老祖先生用它的 我们来看看 黄蜂菜一般我们还是认为它可以具有清热解毒 比如说退一些臃肿 比如说喉咙痛 或是说长一些像身上长一些浓疮之类的 我们可以吃这些黄蜂菜来退红 台语说退红 就是消肿的作用 它本身清热解毒 所以一般比如火气比较大的 容易便秘的 那我们可以建议多吃用黄蜂菜这类的食材 那另外像有一些退化性的疾病 比如说退化性关节炎 膝盖疼痛 那这种胶质比较不够的 我们可以建议补充一点黄蜂菜 那黄蜂菜里面还有一些像年多糖的东西 它可以促进那个像关节医这些组织的修复 所以对关节疼痛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刚刚提到它是本身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所以它本身的药性是比较寒跟凉的 所以如果病人本身会拉肚子 冬天容易手脚冰冷 甚至孕妇或是常常肚子脚痛的 那这类的病人就不要吃太多的黄蜂菜 一般如果因为黄蜂菜比较偏冷性 如果我们想要中和它 就是我们可以加一些姜 蒜头来做一下调味 稍微快炒一下 因为黄蜂菜快煮之后 它里面一些胶纸会比较融出来 那对于刚刚讲的膝盖的改善是有帮助的 那因为黄蜂菜平常 其实我们真的在食材的使用上 这个不是很常见的一个蔬菜 那所以因为它本身它也比较偏冷性 那所以我们建议食用的话也不要太多 就是适可而止就可以了 对 说到黄蜂菜呢 黄蜂菜就很黄蜂菜 你们家是怎么做料理的呢 我印象中这样就好像就是炒而已 今天我们请布鲁斯老师来教大家 做一个特别的黄蜂菜料理 现在就请老师 欢迎 你好 老师 听说你今天要做一个非常特别的料理 你非常爱吃 为什么这个比较吃呢 很大的那个挑战跟压力 对 因为黄蜂菜平常真的是比较少吃 我不晓得一般的 就是像如果以我的家庭里面就是 那个好像只有我岳母吃 其他像我小孩怎么大概都不吃黄蜂菜 因为它蛮奇怪 它有一个不是奇怪 它有一个黏黏的特性 然后稍微有一点带一种 好像那个土腥味还是怎么样 所以一般的味道比较 比较不接受这样 就是说在你家庭里头 接受度不高的 对 所以呢 但是我今天想说 反正总是要把它做一点尝试 你勇于挑战是不是 那你今天是要炒还是要煮汤呢 没有 我们今天奇怪一点 我们用蒸的 用蒸的吗 是蒸完之后味道会少一点 我们知道的 OK 那我想没关系这个菜不管是 我基本上认为是你用烫的也可以 是 你用那个 你用那个蒸的也可以 那只是我们把它做一点点变化 我觉得最主要是 我觉得这个菜就是 我觉得它配和风酱 日式的和风酱还不错吃 OK 那 是你想象的不错吃吗 我有用我们自己的 好像那个 自己调的和风酱来试过 它的口感不错 不错 OK 那就是说一般的话 如果你简单 那你去现在到处超市 都买得到和风酱嘛 是 不稀奇 是 那我是觉得 如果你愿意自己尝试一下的话 我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和风酱 让大家试试看 就是你自己做和风酱也是很好玩 是 所以今天基本上就是半嘎嘎酒 就是很多瓶瓶罐罐调一调 就变成和风酱 OK 好 好 第一个是我们先 我们先蒸一锅水 是 好 蒸一锅水之后 因为要蒸这个东西嘛 那我们就来做几个这个卷 先来做几个卷看看 是 就是我觉得是把这个 这个黄冬菜太深的这梗 我们就不要了 就是另外再那个 就是我们 就叶子的成分多一点 叶子跟细一点的梗的部分 基本上黄冬菜还算是嫩 那我是 本来你用那个什么 人家讲的有一种叫做 有一种瓜的那个 那个丝来绑也可以 比较好绑 是 对那我想说我没有这个东西 我就想说我试着用粉丝把它泡一泡 就是粉丝来盛一盛也可以 OK 对那我们就来 我炸一个盘子放一点 这个特别了 用酱才用蒸的 这个就已经突破了 然后呢 还要用粉丝把它卷一去 这真的很特别 就是因为你不卷搭的话 它好像又是 你将来在吃的时候 好像又没有一个分界嘛 我卷一卷多少的时候 这一块是属于你的嘛 所以你卷起来就是 这一批就是 夹了你就必须要吃了 对对对 是比较不太好折 你是绝对有办法吗 不是 我的手很拙你知道 就是我每次我那个 我在家里要做一点什么东西 加饰的话 我大家都觉得我好像是 在这方面有一点智障 你知道 高招 高招 对 好 粉丝 你是觉得它又太粗了一点 宽版粉丝 你不容易真的熟 是不是 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就煮熟的 所以说而且你 就是 而且宽版的那个 它是绿豆粉做的嘛 所以它也不容易洗脂 不容易这么快上味道 所以你看你在人家做很多那个 中式料里面是做狮子头 或者红烧大白菜这一点的 然后把它放到里面炖 然后因为它耐炖嘛 对不对 所以它入味就可以慢慢慢慢 但是你看粉丝的话 真的好脆 粉丝的话通常就是说我们那个 你看你只要一泡水一软 随便一弄它就软掉了对不对 所以才会有什么油豆腐细粉 这一类的东西 就很容易就熟了 是 所以我是觉得它比较入味 就像我看很多那个 很多人在做一些素食的那种 像饺子锅贴类的 包子这一类的东西 他们很喜欢放粉丝 因为它容易消化 不是 它可以吸汁 它又可以把你 因为你素的那种包子类的东西 它粉多 汤汁多嘛 对 所以它可以利用那个粉丝呢 可以把你的那个汤汁吸掉一点 对 那另外是它可以保存到 你吸的那些汁的味道 可以在那个 那个粉丝里面 所以它有 它一个蛮 蛮特别的功效 好 那我们就来蒸蒸看 好 因为今天刚好没有那个蒸锅 所以我看它这个东西 应该是可以的 没错 看我们上升会不会开掉 没关系 配料我们再补充一下 好 好 让它稍微 就可能稍微帮我记一下 小心 让它比较烫的 会烫的喔 稍微记一下时间 我们记一下时间 对 然后呢 那多久 大概三分钟就可以了 三分钟就可以了 OK 好 我们切 等一下会炒一点点东西 所以我们切一点点 其他的配料就是香菇 对 一点点香菇丁跟那个 番茄丁就可以了 香菇丁跟番茄丁 香菇跟番茄是要炒过的 炒过的 对 那你不是说你会做 我会做一点那个 那个 和风酱 有时候你的番茄在用的时候 你会用生的 有时候又会把它加热熟食 看… 因为番茄基本上也是一样嘛 你生吃熟吃都可以嘛 对不对 是 那有的时候就是这些 如果经过炒一下的话 它都会有它的一个 都会有一点 特别的那个酸味出来嘛 是 所以你这样炒是要它的酸味 对 我要一点点它的味道 跟它的颜色 OK 对 主要是要把它单调嘛 都是绿色的 然后酱汁 你看和风酱做出来又是 又是深褐色的 是 也看不出来 好 都切丁 对 好 这个等一下炒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可以来拌一个酱汁 现在拌酱汁了 对 现在酱汁我看有 四个小杯杯 四个小杯杯 对 第一个就是说 你知道和风酱里面一定要味蝉 味蝉 味蝉也是对 那你随便这个 现在超市到处都买得到嘛 是 加一点味蝉 味蝉是比较主要的 好 多一点点 然后我要一点那个芥末纸酱 芥末纸酱 就是你没有的话 你用那个黄芥末也可以 不是那个芥末很冲的那个味道 就像黄色芥末酱 对 就可以了 那我是用这个是油脂的那个 法国的那种 Dijon的芥末酱 OK 那这个味道还不错 放一点点酱油 放一点酱油 对 因为我们没有咸味嘛 所以要靠一点酱油的味道 然后这有一点点芥末 然后这有一点点麻油 麻油 一点点香味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放一点那个 台湾的那种乌醋 因为乌醋会 乌醋有一种香味 它不会酸 我以为你是不会用乌醋的 会 这个和风酱用一点这个 这个感觉是还不错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点点那个 你用那个 剩十秒 真的 好 我这样掐着你算了 真厉害 没有了 记得把我一起算 你也可以用那个 你也可以用那个柠檬也可以 OK 那我是觉得说 那个葡萄柚的那个感觉还不错 葡萄柚就没那么酸 没那么酸 有一点点那个柚子的香味 香味 我要翻了吗 可以可以 麻烦一下 我现在看一看 它跟煮的就是不一样 比较没有那么酸 对 也不会散开 它整个整个好 那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 好 我们把它可以看得到了 把它写一点 把它写一点 整个整个好 粉丝真的会熟的 粉丝一针一定会熟的 我把它排一下 放开 放开 对 还好散的那个 不会那个 没有 它就让粉丝有开掉 它就附着在上面 是 没问题 还不错 对 它是有一个特别的感觉 是 切摆盘很重要的 就是你稍微 稍微用一点这个 用点心思 用一点点心思 它就觉得它没有那么粗糙 有的时候你看 我们比如说经常 老一辈的炒菜 哇 很大肝 然后一炒菜就 哇 好漂亮 一大盘满满的这样子 是很 是很实在 看起来就是那个 稍微粗糙的 粗糙的 这样子的话 感觉就 就还不错 那我们现在就来可以 这个酱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 稍微把这个热一下 炒一点点 我们放一点点 一点点橄榄油 会比较对 它这个东西 会比较香一点点 先炒一下这个香菇 好 香菇主要是也是一样 炒一点 让它有一点点香气出来 是 要不然你生着等一下 淋的酱不好吃吗 是 番茄是无所谓的 香菇的话我觉得要 要稍微炒一炒 比较有香味的 但这个需要做调味吗 不需要 因为等一下的味道通通在 通通在我们的酱汁里面 OK 我以前一直以为 做菜就是要 学会下什么 走料才会看一遍 后来我 看在做就是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要原味 对不对 你就要它原味出来 真的 因为越原味的东西 你吃到最后真的是 会吃到那个 本身食材的那个 原来的那个味道 非常好吃 你吃到什么 好 用砖的已经很特别了 对 它就是等于说 到它有一点点口感 是 现在有加一些香菇跟 对 番茄 好像觉得又丰富一点点 是 好 这个我不要了 好 那现在我看一看我们的酱汁 就再调一点点 酱油 OK 然后我觉得是说 我觉得是偏 我可以再偏酸一点点 然后我觉得是 我可以再加一点点那个莱姆 莱姆 对 因为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再酸一点 再酸一点点 都是天然的食材 一点点就好 你为什么没有考虑再多加一点乌醋 乌醋我只要是要它的香味 香气够了 对 我现在只是说想 你那个酸反而是 对 我是想要它再一点酸 更爽口一点 我觉得够了 OK 好 好 我们淋上一些这个汁 这看起来很日式的食堂 比较 对 比较日式 但是你总比那个 你只是用一点酱油跟麻油 这么中式的要烤一些 那这个的话 对 那如果说你有 你有芝麻的话 烤过的芝麻 撒上去也可以 那刚好今天我们没芝麻 我们高级一点 放点松子 松子 好不好 高级一点 好 本来你放芝麻也很搭嘛 那我就觉得 基本上这在蔬果厨房的节目里头 是基本配备 基本配备 刚才这样就完成了 太厉害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 雄公才可以做这种变化 有机会试一试 这道菜厉害了 对 这道菜厉害了 对 对 雄公才可以用蒸 对不对 还可以裹着这个粉丝 然后再加了你自己调的这个酥汁 这一定很特别 对 也不错吃 不错吃 雄公才那个味道虽然还在 可是变得没有说 不会让人觉得抗拒 没有那么重是吧 它味道还是很重 但是就是你可以接受的 是因为跟这酱调在一起 是你本来就敢吃黄公菜的 都敢吃 但没有特别喜爱 但是我记得你很多菜也不吃 怎么会专门吃黄公 我都专门吃 我记得你怎么茄子不吃 是不是 我茄子喜欢吃 茄子哦 木瓜不吃 好猛 用蒸的我一直以为它会更 吃起来更黏 可是没有 这是意外还是你本来就知道 我不知道蒸出来会这么不黏 我只是想说蒸了之后 它不会这么水 因为我燙过之后会含很多的水 它会很湿很黏 是 所以我才讲用蒸的